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突然拿出来看一看有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觉 视频中樱花盛开的地方就是八番市 这里是关西地区的交通要塞 无论您是骑单车 自驾还是坐电车 无论您是去京都 奈良 宇治还是滋贺 这里都是必经之路 我所在的这座山叫南山 之所以悠然献南山也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本意 是到电川河中央的贝戈堤看樱花 循着樱花雨的花瓣 嗅到了这座南山 然而在这座南山上却有着一座日本历史上的护国神宫 石清水八番宫 这里的八番神因为守护着国泰民安而受到人们的尊崇 八番市位于京都南部 锦铃大阪府 地处穆金川 宇治川 贵川的汇流之处 这里是关西地区的交通要地 历史上的日本南北朝时期 各类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在此地发生 说到战国时期著名的天王山河战 大家多少有点印象 本能寺之变之后 雨拆秀吉和明治光秀就是在此地对峙 站在山头就可以远眺对面的天王山 以及天王山河战的那片遗迹 平安时代日本的首都在平安京 也就是现在的京都 公元九世纪时 清河天皇征冠元年 南都大安寺的僧人行教和尚 将在九州大分县的八番神 请到了京都南部的这座南山 用于守护国运 并创建了这所护国神宫 用以侍奉八番神 八番神又号称日本的战神 自古是日本皇室的主神 于是我便有了到此遗游的兴趣 护国神宫一词也不是子虚勿有 在公元九二九年的平降门之乱时 朝廷向八番大神祈愿 想快速平定动乱 于是借助神的力量 平定了此次动乱 自此之后 八番神愈发受到皇室的尊崇 成为了继一世神宫之后的第二大护国神宫 明治十七时这里曾更名为南山八番宫 后在一九一八年改为了石清水八番宫 这里要说明一下 石清水一词指的是南山上留下的一股清泉 我个人习惯先在谷歌地图上找到我认为美的地方 在骑车前往 这样有一定的主观随机性 这里是我觉得关西地区樱花最美的地方 实话说 樱花美不一定要花有多茂盛 数量有多少 这种美是一种主观的直觉 可能也是因为我花了三个小时 从大阪骑车到这里 所以认为这里美也是一种理所当然 也许这里的风景 在日本其他的地方也能找到吧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就能发现很多不为人知的美景 这种美并不是那种波澜壮阔 惊天地的美 而是那种恰到好处 在合适的时机 偶尔会波动你新鲜的美 有机会来日本关西看樱花 我推荐您一定要来这里 或是从南山上眺望市井 或是游走在美丽的河川中的贝戈堤樱花岛 一定让你有一种特别的樱花之旅的感觉 体力好的朋友可以尝试租车 从大阪骑车过来 30公里的路程约3个小时 一路沿着电川河堤 空气很好 没有机动车 也没有红绿灯 只需迎着风一路向东 相信我樱花粉会治愈你的疲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